质量为M的质点 附在一个质量可以略聚长度为R的这个长杆肩一端 那么这个长杆子能够以另外一端为轴 在牵直面上这个牵直面上 没有摩擦的只有旋转 我们这个掉下来 而它的速度是跟到2g 在最上面的时候速度给你 这是它给你的 那问你 求物体在B点跟B点 两点这一点的速度跟切线加速度 跟法线加速跟神的张力 现在我们来看它的低点在哪里 在这一点 一样 先看看在这一点的时候速度怎么样 这一点的时候速度怎么样 速度怎么样 人家问我速度吗 速度一样怎么样 位移去处理什么样 时间嘛 什么东西 然后位移去处理时间 假如是瞬间就起为分吗 那假如是圆周运动 不要说等速度 这只要是圆周运动 那圆周运动怎么样 你就可以用R omega 那这里有没有R 有没有Omega可以用 没有喔 所以在这边负能用这样 那怎么办 前面只要用动力学序 要把所有力找出来 可是这也有力 你们发现这绳子张一下这边拉 一下这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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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发现这个力量不是固定力喔 你要去解 要相当大的功力喔 什么意思 很难解 可是我们想到另外一个方式 用什么 十九四句之后 这个用一个能量的观点去看 不管它之间是不是固定力 还是非固定力 我们前面有证明 假如不是固定力 你功能定力一样可以试用 好 怎么看 怎么看 我们是不是用现在训练的就是 在这个方法去训练你用功能定力 而且不能只功能定力 用多指点的功能定力去看 怎么样 我分析怎么样 这个对M跟地球一起看 M跟地球一起看 重力就属于内力 那外力只有谁 就我刚才讲神则张力 对不对 而且神则张力讲 你用动力学来算 他不等于灵喔 但是很讨厌 而且很讨厌喔 一下子往这里拉 一下子往这里拉 而且随机方 每一个地方大小不一样 那你会不会解 他就不是等他去训练了 你是不是就很难解了 可是假如从功能定力来看 这个外力 这个踢的 都会始终跟你胃都怎么样 垂直嘛 有没有做过 没有做过 而且只有神则张力是外力 而且不做工 怎么样 是不是你外力做工 功能定力 就是系统总能量变化 而且你多止点的保守的重力魅力 就变成你重能就多了那个重力 所造成的未能嘛 而且你这个外力有没有做工 他人有没有做工 没有做工 所以怎么样 是不是怎么样 而且是讲到最后最明显的就是这句话 OK 怎么 但是老师在这边也学到专业物理 比较透明 整个物理观念 你要先判断什么回事啊 不能什么都力学能手能 猫对了一次对了一次对了 下次又不对了物理就要去 极起伏伏的 不知道原因 好 力学能手的意思就是 我在最高点这一点释放的时候 跟这一点的动能加未能要怎么样 相等 那最低点的动能要求的2分之1为0 加上未能我就定这个最低点 参考未能为0嘛 所以这一点未能就0嘛 是不是会等于这一点的怎么样 动能是不是2分之1的m 他给我的v 这是他给我的根号2之一 加上怎么样 动能加上未能 这未能是多少 是不是mg的2 OK 他看一下式子 一个式子就解出来 为什么 只有这个位置数吧 了解意思了没有 而且你去看 你就不需要管他力量不固定方向怎么样 我只要会算这个做工 知道这个做工情形 对不对 这答案就出来了 这样有问题 好 速度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 切线加速度 这就有点难哦 什么叫切线加速度 人家问我加速度一样基本定义是什么 加速度基本定义是什么 是不是你的速度对时间取变化脚 脚瞬间就取微分嘛 OK 那脚是等速度圆周运动 就会或者圆周运动 那他在向心方向加速度 圆周运动在向心方向加速度 就会等R 或者R分之V平方嘛 OK 好 可是那是向心加速度哦 那切线加速度 有没有这个特性 没有哦 那怎么办 那直好 加速度基本定义没法解出来 就用定律 哪边可以解下速度的定律 定律 F等于 MA 你把所有力找出来处于M 所有力找出来分析M 他的动力现象 所有力他做什么力 是不是牛顿电动力力 F等于MA把所有力找出来处于M 就是A了嘛 所有力哪些力 在低这一点的时候哪些力 是不是动力 还有呢 这个沉着拉力 张力 就这两个力 对不对 好 从这里你去看 一样我们建立参考度标发现这件事情 在切线方向 在切线方向 向心方向 结果切线方向有没有力 重力跟神的张力都在哪一个方向 是不是在向心方向 所以切线方向有没有力 没有力啊 是不是 那切线方向没有力的话 表示一样的 没有力等于MA 那表示A就会等多少 是不是0 切线方向 在这个瞬间 A是0 什么意思 那当然向心方向就不一样 向心方向有谁 向心方向有谁 是不是有T跟MG T 左手边所有力 T-MG 左边 要右手边的 我刚刚有讲 他的向心方向 假如他做运动 向心方向会等什么 他的加速度A会等什么 是不是R分之V0 那你要把这个怎么样 是不是带过啊 你就得到这个A 好不好 那带过来就会等于 这整理一下就等于6G 好 带过到这个来 所以T-MG等于6MG 所以就会等于T 就会等于7MG OK 好 所有他问的第一选项 都切出来了 好 那么我们同样的问题 现在来看不同点 现在就要在问 在V点C点 好不好 OK 好 同样的情形 问题在V点的速度 加速度 张力 刚刚有跟你讲过 我们怎么去思考速度的问题 同样的 所以在这边 我们为什么可以看这些速度呢 好 一样的老师你还是要过滤前面用的想法 是不是可以用速度的基本定义可不可以算的词啊 没有 其实我们这次用什么 能量的观点 跟前面同样的道理 我们用能量的观点 而且能量的观点 你受的外力 对我们所选的系统 物体跟地球来讲 受的外力做工为零嘛 而且你的内力就是什么 物体跟地球之间的保守内力嘛 那这保守内力 我们就变成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 为能 重力为能 OK 那外力做做工的 就是变成是为能加重能的 变化的 就是力学能怎么样 受恨 所以你就怎么讲的 我要解这里 他有告诉我这一点的 那我就解怎么样 是不是在这一点V点的 一样在这里V点的 我的动能加胃能 是不是 他前面有讲过了 这个部分就是前面所讲的思维 这整个你力学能受恨 这V点的我的动能 V点的动能是怎么样 是不是二分之一的M VV比方 加上这一点的胃能 那我们配合前面 我们前面是定底下为0 OK 那我就直接还是沿用前面的 这底下为0 所以这一点的重力位 就是MGR OK 会等于这一点的动能 就是他给我们的二分之一M 跟号2GR的平方 加上这一点的位 就是MG 你这个高度2R OK 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 只有这个位置VV就可以得到了 有没有问题 我们得到这一点的速度VV以后 接下来要得到加速度 切线态 滑线加速度 还有提升这张力 那这里怎么办呢 这里用能量的观点 我们这里没办法解出来 那我们要什么 它是相关于动力现象 动力学 动力学的基本电力就是 牛正三个运动电力 是不是 牛正三个运动电力 尤其是牛正三个运动电力 我们高中的时候 我学的都是物体的质量 都维持不变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AV等于MA 然后下一步就是要把在那一点的 或在那个时候的 所有的力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就再怎么样 向量处理 好 这一点的力 力在这一点中哪个力 中力 接下来还有呢 神的诈力 人的诈力 就是这两个力 不能弄错 那这两个力 找出来以后 刚刚有讲 要用什么 是不是向量处理 那在针对于人周应都 我们最好的处理方式 是建议的坐标是什么 是不是 在切性方向 还有怎么样 法线 也就是向性方向 这两个坐标 切线跟这个向性坐标 OK 建立这个坐标只是 帮助我们处理向量问题 它的数学质值的关系 是还是Evitant的MA 把所有力找出来的MA 只是在切性方向 向性方向 问你 切性方向 把所有力在切性方向的力 切性方向的力 有哪些 切性方向的力有哪些 你的准则是在这边 不是要被前面的切性方向交出 路透底 然后切性方向怎么样 不要这样想好 对不对 你实际去看嘛 切性方向有谁 是不是就是MG 对不对 切性方向左手边所有力 切性方向是MG 或者右手边的 就M乘以A 这时候是切性方向的 所以从这个式子 你就可以知道 这交交A切性方向是等G 接下来 向性方向有谁 向性方向所有力 左手边所有力有谁 是不是 是T嘛 会等右手边M 就你A向性方向的加速度 OK 那前面有跟你讲过 只要是圆周运动 只要是圆周运动 你这向性方向的加速度 就会可以等什么 R Omg 或者R分之V平方 是不是 那我用的是R分之V平方 把这一样 把这个我的VV带进来 那就会得到4G 这个带过来4G 一样带过去 所以你就会得到我神的张力 就会等于4MG 接下来 我们要看的是 问你 在A点 在A点哪一点呢 就是这个 夹角跟牵直线夹角 60度的这一个点 一样 问你这些物理量 速度 加速度 T OK 怎么问一次 那么有前面的经验 也要有前面三个 惯例的经验以后 我们在解的时候 解这个速度怎么解的 怎么解的 是不是一样是 我们是从能量的观点 就是什么观点 是不是功能定理去看 对不对 那功能定理怎么样 怎么看 是整体一起看 连物理跟地球一起看 重力处于保守的内力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保守的内力 外力叫谁 是不是这个神的张力 那神的张力有没有做工 是不是没有做工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怎么样 我的功能定理 什么是功能定理 是外力做工 是不是等于系统的总能量变化 对不对 好 那保守的内力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这个字很淡 因为这个时候不是要靠你眼睛看 这里靠你刚刚学的东西脑子去想 OK 什么意思 你要再看这里来看 已经教了前面那么多次了 就白讲了 什么意思 OK 所以这里是故意放淡 不让你看的 所以这里要得到是怎么样 你要讲的是什么 这时候是怎么样 是不是老师得到 是不是我神的外力做工能力 真正的最后 也许 你看到参考书 或一般老师讲这里的话 前面不要讲那么多 就直接这句话 是什么 力学能守恒 不是说他错 可是老师也是很重视前面这个两层教育 OK 懂得 也许你以后的直觉反应 判断的很快很正确 那当然就是 写题目的时候讲求速度的话 直接就知道 什么 是不是求这一点的速度 也是用前面的什么 是不是力学能守恒 好 怎么算 所以这里老师就是因为这样以后 就强调给你知道 基本观念的养成以后 后面当然要求速度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是取舍 并不是哪边说一定哪边重要 哪边不重要 或者解析速度当然快速很重要 可是你基础观念没有先弄清楚 你一直讲后面 反正我写什么题目都是力学能守恒 前面就忽略掉 完全没有 也不行 懂什么意思 好 那现在已经都很训练到够了 直到这样 那我怎么样 A-J-点 动能 加胃能 是不是 动能就二分之一的MV 胃能 怎么样 我们继续沿用前面的定法 定最低点为0的话 那是不是得到MG的这一点 注意一下 这一点第一 这里高度就是多少 60度 这最快是二分之 还有再加点是二分之三 不等于顶点的一样速度是这样 加上顶点的多少 MG的2R 了解一次 整理一下是不是要得到VA了 了解 那你要得到VA以后 现在我们怎么得到切线加速度 还有绳子张力 当然 那划线加速度前面有教你 我们可以用什么 可以得到划线加速度 是不是 R分是什么 是不是V平方 向前加速度 是不是可以这样 当然我们一起算 怎么算 用什么 主要就是从什么 要得到这绳子张力 因为绳子张力不做工 你要用功能定律 没办法知道它的影响 所以怎么样 我是从动力的基本定律 牛顿 运动定律 尤其是第二定律 对不对 那一样就是这个什么 F等于MA 重要的是把力弄清楚 等一下就是这一力 为什么我们讲了那么多种这种提醒 因为很多同学就 讲到这边就忘了前面要分析的部分 我要把所有力找出来 这送哪些力 是不是重力 还有呢 神的张力 是不是 这两个力 这两个力没那么简单的 看起来就已经 没有那么单纯 都在垂直方向 是不是 那怎么办 让人家处理怎么办 是不是建立 针对我们圆周运动常用的坐标 就是向心坐标跟什么 切线坐标嘛 是不是 切线在哪里 切线是在这里 向心或滑线是在这里 OK 好 那很多同学这边切线的坐标 到底有哪些力 看起来没有直接在上面了 可是是不是重力有分解在这一部分 有些同学这里就不会分解了 我教你不会 我建议你一种方式 重力是要被分解的 那重力被分解以后 这既然是60度 那旁边这个角度就多少 30度 所以重力分解在这个30度旁边的 就是mg的零边是什么 cos 30度 OK 那比较知道的人 你知道就是分解到这边的是60度的cos 那它的对边的就是分解的 角度在角度的对边的就是什么 sine OK 什么意思 或者你就要写cos 30度 你假如要写cos 这里就要写30度 左手边绳子在切线方向 那个在切线方向的合力就是这样 左手边 右手边切线方向的ma 就是切线方向加速度 好 整理一下 消掉 所以你就会得到a 就会等2分之分到3去 好 那在这里向线方向有谁 向线方向有谁 除了一个原本的神的张力 还有呢 还有呢 是不是这个重力怎么样 是不是分解在这一边呢 一样分解在这边 这时候是60度的零边 分解里面 因为这个是斜斜的 坐标写写的很多东西会弄错 画错那个分解 建议你就用零边来看 比较容易 什么意思 好 那这里就是什么 是不是cos的60度 但是是跟这个神的张力是同方向 所以这个要加mg的cos60度 左手边绳子是这样 右手边等于m乘以a 向线的方向的加速度 那向线方向的加速度 从基本定义 我们前面推导过证明给你看 只要是圆周 不管它是不是等速率 还是非等速率 比向心的加速度 都会r分之v平吗 把这个a带过来 就会得到 你这里是等于3g ok 好剩下的把带过来整理一下 就可以得到 我神智张力 就会等于5mg